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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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湖和洛无情就是死在这魔咒之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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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姑娘 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找到我爹爹 既然如此 你跟我一起上路好吗 为什么他可以跟你去 我就不行 因为是我说的 先回千山渡等我 行吗 对了 雪兄 我们下次见面 可不可以 不要打得你死我活的 没必要的话 我们还是不见得好 行 走吧 荣荣 我们回去吧 去哪里呀 千山渡又不是我家 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告诉你哦 我们就在这里分手 再见 雪长空大哥 叫我雪长空就行了 据闻江湖上有一个杀手组织 才崛起不久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主脑是谁 究竟实力有多大 只知道 在金子的面前 他们没有人是可以不杀 请问 雪长空大哥 你是这个组织的人吗 再见 原来你真的是他们的人 有些事情知道太多 后果不堪设想 但后果绝不是死在你手上 死在我手上的人 已经太多了 但是你救的人很少 救了又杀 你不觉得很烦吗 再见 看来你已经把我和楚大哥 当成你的朋友了 我雪长空从来不会有朋友 但是你已经说了两次再见 难道你不是真的想要再见吗 再见的意思 是有缘才会再见 缘有很多种 杀与被杀 也是缘的一种 就好像你和楚大哥 能够成为朋友 也是从杀楚大哥开始 是吗 看来你的嘴 比我的剑还厉害 我怎么比得上铁儿和胡铁花 如果有缘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地见识见识 再见 再见 真是个有趣的怪人 不过和楚大哥一样 是个真正的男人 现在可以说了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男子和大丈夫 怎么吞吞吐吐的 有些话 不是那么容易说出口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啊 什么有意思 亏你还是自命瀟洒的 道帅楚流香 你不让他们陪你上路 专选我 难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